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陆续续为大家报道了创办人许老板的故事 而在去年12月20号的时候 维尔山球更是攻进了日本东京的表参道 非常著名的一条巷内 并且请来了非常有名的现在日本最著名的建筑大师之一位言误 原来已经是上桂公司的许老板 他所以投入凤梨苏的行业 很大的一项原因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他回到故乡 看到自己的弟弟还有堂弟想要创业 看到他原来长大的家乡 旁边的农田是荒芜的 凤梨卖不出去 而这样的一个对故乡的思念 对弟弟的疼爱 使他走入了凤梨苏的行业 由于过去在国际里头征战 他一开始所做出来的凤梨苏的梦 就是国际梦 所以他说我不是在台湾跟台湾人抢生意 所以因此在台北的民生店之后 他很快的就到了新加坡最著名的 原来新加坡当时的总督府改的 Raffles Hotel里头设了分店 那么接着就是在上海最著名的外滩 设立的叫做外滩园的这个店很漂亮 然后最终他职工曾经执名台湾的日本 而且是首都东京最著名的表参道 我们请看文件事业主报的制作人 曲济瑶刘川成两个人来自东京的报道 东京表参道出没着地表上最时尚的人类 遍地穿插最前卫出格的建筑聚落 附近南青山巷子里也有惊喜 发达对面的三丁木一栋木造建筑 层次相交的枝压隐隐探出头 除相见说不准它到底是什么 众出他的建筑师威延武把他设想成水泥森林中真正的绿地树 作为台湾凤梨树品牌 扣关北征日本的东京旗舰链 150颗一式神工使用的最高等级块木 总长5260公尺 以6公分平方的高难度地域组装法 软中有序地架势出建物的外观和结构 一三年12月底开幕 三个一身轻便 井上挂着相机 看来有些莽撞的年轻外籍背包客 念建筑的法国巴黎大学生 专程冲着威延武新作而来 建筑本科生果然看出门道 他们熟悉威延武的风格 赞赏建筑师对光影和木构造线条下的功夫 或者说我看这个木头的结构 你不去注意的话 你看不到这个玻璃的存在 所以你会仿佛之间 你会觉得说 你好像进入一个树林里头 而不是在一个玻璃盒子里面 那么这个角度也是一样 谢真顺是成就这个品牌独特识别的最重要推手 他认为没有建筑师 能比威延武更可以体现阳光般纯粹的品牌精神 当夏天或天气好的时候 这是打开的 所以你创造了一个稍微有点点觉得说 城市里面的绿洲的那样的气氛 它的光线是随时在变化的 其实这是这种自然随着一天的从早到晚 跟一年世纪的天花的光线的变化 事实上跟一个永远不变的人工照明 是有相当大的差别 所以你每次来都会看到一点点不同的新鲜感 再往上面走 你这个墙本身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在某一个村子上有点像说 当一个人在森林里或在自然界里面 找到一个可以安居的一个洞穴 对一个来自南方的发展中国度 晋级成为殖民母国 竞争激烈 发展玩熟的甜点市场 决定不能说不大胆 这念头思索四年 建筑物细拆慢盖了三年 金钱投注台币两亿元 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这个世界的高度 你有没有能力 或者是本事跟世界所有的一流品牌 在同一个舞台上晋级 知名建筑师打造的门面 迅速提升品牌在异地的知名度 但真要可长可久 还是得靠李子 掳获消费者的心 非得逼出极限 重新定义凤梨书不可 这个包装盒是在日本设计 在日本制造 做好了 送为台湾 台湾只做装 如果你在台湾看 台湾大部分的凤梨书 拿出来就是一个枕头 然后就是都是圆的 我们的凤梨书一定要有线 要有脚 然后每个面要干净 大概工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 那个模子 那个模子是偏执到 就是说 要让凤梨书去烤的时候 可以有点点 甚至说膨胀 要不然就不好吃 可是你又不能膨胀得太厉害 膨胀太厉害就变形 所以每个模子上面都有四个弹簧 去控制它的压力 就是用高科技的精神去烤一个 低科技的凤梨书 小金砖要能流洋 就得改头换面 从里到外全面进化 每面烤色整齐均匀 只选用夏季口味较甜的凤梨 要让日本客人心甘情愿 舒心愉悦地 为相当于台湾三倍价格的甜点买单 在日本的合作伙伴是觉得你疯了 因为你去外面日本买甜点 大概都是百来块钱是最平常的 他们说两百块是一个门槛 然后你从一个台湾来的 一个莫名其妙的品牌 也不是巴黎来的 然后一颗要买三百块钱 那你脑筋是在想什么 可是我们已经用的最好的东西在里面 面粉我们已经用了差不多日本最好的面粉 那鸡蛋也是台湾应该找不到更好的鸡蛋 那剩下就是奶油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用皮屑奶油 你大概找不到世界上皮屑更贵的奶油了吧 我们是把它丢到当材料 就是用法拉利去送货 简单来这样子 迷路的部落客阿里萨 恍惚中闯入这座森林 意外经验到许多不同的风景 他对店内的凤茶 免费试吃 既惊讶也称许 也有客人对这洋果子 口感陌生 却满足于他侠带着意外的惊喜 我认为这种好似的 人员得很舒服 我认为这种好似的 我认为我认为这种好似的 我认为这种好似的 但这种好似的 我认为这种好似的 作品是很简单的 台湾土產鳳梨酥近幾年被炒熱得紅紅火火 創辦人許明仁不自滿老家八卦山頭的三合院 絡繹不絕的遊客 也不以台北市人潮自現 跨出在地門戶遠征新加坡上海 甚至走得更快想得更遠東迎落地 讓鳳梨酥優雅轉身展現不同的格局和身價 如果能夠跨過那個門檻 其實我們大概就可以從一個地方特產變成一個品牌糕點 但是其實這是滿大的一個 滿大一步 從南投八卦山到東京南青山 堪稱台灣鳳梨酥產業的一座里程碑 一個月深的開始 創辦人許明仁 身兼半導體通路商負責人 新任執行長陳來柱 是前友達光店總經理 海外據點的負責人也都來自科技界 一群科技人 跨足農氣產業 在最傳統的土壤裡 貫注科技嚴謹的精神 以寬廣的全球視野 為台灣開創出世界品牌的可能性 最在地的也可以最國際 飄洋過海的鳳梨酥 翻開一頁誰也想像不到的篇章 臨敬